大家好,三点半啊 这有一个张爱萍和一个叫周立仁的合影啊 张爱萍和周立仁 这是1947年张爱萍和周立仁在大连啊 当时的大连是被苏联军队有效控制的地区啊 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兼 国防部部长的张爱萍上将家啊 是我父亲周立仁去的最多的地方 每次得知父亲到京啊到北京啊 张爱萍总要派车接到家中居住 战友相见 在品茶之间与老首长叙叙抗日旧事 交流时政看法 议论人生经历 这是父亲最为快乐的事情 他们是战火锤炼出来的情谊 父亲同张爱萍之间的友情 要追溯到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年代 他们是在1941年夏季 这个日军对岩父根据地 岩城啊 富宁 这个江苏嘛 发动第一次大扫荡中结石的 那会认识的 41年 这个这有一个背景啊 为什么要强调1941年夏季呢 因为日本在1941年底1941年啊 按照北半球来说的冬天发动了对美的太平洋战争啊 偷袭了珍珠港 那么一般来说这么大的战争 他不可能是三天两早晨 短时期就决定的 所以至少是半年甚至一两年之前 就决定要打这场战争 所以他们要扫荡 要把这个中国战场 作为一个叫兵战基地 后方基地 为日本提供人力物力财力 各种战略物资 所以要对这个中国进行所谓的扫荡 这个也叫治安作战 什么叫治安作战啊 就拿你当盗贼 拿你当小偷小摸 拿你当流寇 是这种的 所以他叫扫荡 扫荡啊 有这么个词 当时啊 日伪军调动了一万七千多人 分四路 向新四军军部 所在地江苏延城 发动进攻啊 一万七千多人 那不少了 是吧 由于双方兵力过于悬殊 就新四军 其实不是兵力悬殊 兵力不见得很少 就是你的装备 你的训练 你的火力 你不行 你的机动能力 你都不行 那么新四军主动放弃延城 这也没什么主动不主动的 你根本就打不过 你守着 对吧 成 你也是守不住 人 还得死 对不对 那么 转向敌之策后进行游击战争啊 好 所以主力跳出了敌尾的包围圈 转向敌支侧后进行游击战争 率领主力部队在外围机动作战的新四军 第30第9旅旅长张爱平 得知周立民就是他的老部下 仍然在内线坚持武装斗争 敬佩他是条硬汉 张爱平和严富区 就是这个严城啊 富宁这一带啊 党委书记叫刘斌 当即任命他为中共严城县委书记 看来他爸还原来这职位比县委书记要低 张爱平还专门给我父亲配了一部电台和四名报务员 以保持和他的联系 我父亲率领小谷武装 那就是个武功队吧 几十人之类的啊 在根据地内杀汉奸除叛徒与扫荡的鬼子周旋 并及时给张爱平提供军事情报 你看他的根据地啊 他是杀汉奸除叛徒和扫荡的敌人周旋 什么意思呢 他只杀一些中国人 中国人里边所谓的投日的投降日本的 或者跟日本人合作的 维持会的呀 所谓的汉奸呀 但是他跟日本人是周旋 什么叫周旋呀 就是躲着游击打不过 对不对 这个华北地区 那不就修的地道站吗 修地道吗 修地道不就是躲避吗 对吧 你没处躲呀 平原上尤其是山里边你可以躲大山里去 平原就挖地道 并及时给张爱平提供军事情报 他们并肩作战互相配合 在兄弟部队配合下粉碎了日寇对延城的第一次大扫荡 这个粉碎这个词啊 这个汉语是一个很病态很模糊的 非常不精确的这么一种语言 是吧 粉碎了日寇对延城的第一次大扫荡 你怎么粉碎了呢 你把人家消灭了吗 还是重创了 还是击溃了 你消灭了多少敌人都没有 事实上是 人家撤回去了 是吧 就是撤回去了 然后你看这是四一年的夏天了啊 四一年的夏天 然后过了一年多 过了一年多啊 过了一年半左右 到一九四三年年初 日军又纠集了十倍于我的兵力 十倍啊 没说多少人 再次扑向延城 进行第二次大扫荡 这时候张爱平已经升任副师长了啊 担任延副军区 这个应该叫军分区吧 延副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 统一指挥延城复宁地区的反扫荡 啊 他率领主力跳出包围圈 就是突围了 就是逃跑了 国民党的词叫转进啊 在敌后机动作战 伺机攻击日军据点 啊 我父亲就是周立民啊 率领延副军区第八团 可能是个地方部队啊 第八团 对 他这名的啊 延副军分区第八团 这绝对就是地方部队 坚持在根据地内 利用改造过的核网地形 牵制敌人 袭击和骚扰日军 并为主力部队搜集和提供情报 这都是很模糊的一些词啊 在反扫荡最困难的时候 手里兵力不多的张爱平 又让马仁辉 姓马 仁辞的人辉煌的辉 马仁辉带一个主力营 加强我父亲的部队 马仁辉任团长 周立民就是他爹啊 任团政委啊 这篇文章我看谁写的 叫周小韩 佛小的小 韩冷的韩 周小韩啊 是这周立民的儿子 然后说啊 在内外默契的配合下 不到三个月就取得了第二次 反扫荡的胜利 不到三个月 什么意思啊 就是日本人扫荡他们 围剿他们 围攻 想把他们包饺子 用了将近三个月 应该后来可能没达到效果 或者说 时间太长了 日本人就撤兵撤回去了 然后让让陈毅和黄克成都高兴 都感到高兴 我父亲敬佩张爱平的军事指挥才能 而张爱平则器重我父亲的顽强和机制 我父亲敬佩张爱平的军事指挥才能